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开始吧 下午好 下午好 各位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泰语课 今天的泰语课 我们还是讲低腹音1 正好毕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课件后半部分 它混合了高腹音、中腹音和低腹音1的收音 然后我就想在我们进入这个之前 咱先把这个高中低给复习一点 不然的话咱们肯定就是蒙腾一波都 万层一波都 对 我这个因为那啥就是 换的这个PVT换的不太方便 我们用课本来看吧 咱们这个课本上的 看一下 我们中鼠音第三课是在第28页 这个的话我们看29页的最下面的一个部分 就是三 中鼠音拼读声调表 这个中鼠音的话我们刚开始学的话就是以它为基础 这个就是五个声调是最正常的声调 大家还记得这五个声调是什么吗 有点印象啊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高阿嘎这一台性给读一下 好 高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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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五个声调 那幅画是什么 没也没头 没也没头 没没头 没第一没讲到吧 没第一没讲到吧 就是分别就是对应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声调 然后 诶你说 能不能暂时借一本书 我俩都应该说 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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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到手提了 还有一位头书没有 谢谢谢谢 下课里面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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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 没有同感给你一个交调的东西接了 对 今天借我一本的 借老师那本书 稍等啊 暴力猜中 好 那这边点我来猜 哦哦 谢谢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到了后面我们先学了高辅营 对吧 中辅营之后 我学的是高辅营 高辅营的这个 唯一的一个 不太 就是 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音调 它第一个音调 变成第五音调 对吧 对 然后它的那个第二第三还是第二第三 嗯 所以的话我们那个 翻到第38页 38页底下的高辅营与长营音调的音调 我们就读一个就是 好看的这一盘 来唤醒一下我们 就是久远记 这个大家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因为我自己也忘了差不多了 好 对 就是38页底下那个 下面的高辅营与长营音调的音调表 我们就读一个 库开 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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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我们进入这个口诀 就是说啥呢 第23往后串以为变成第3第4 所以我们在读第一音的时候 是正常的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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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一个比较 地狱般的一个 拼读练习 看一下是不是从这边 它这个是两个词 两个词的主题 这里面呢有些坑 所以大家就是要先记读哪些是 中辅仪哪些是高辅仪哪些 低辅仪 我呢是有一个就是 咱们就是在泰国上上学的孩子 我们有一个专门记这些 高中低的一个口诀 就是比如说我想出来的 我们会遍一些口诀 那个中辅仪是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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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我可以之后把这个发布发在前面 分享给大家 然后这个低辅仪呢 我已经给大家发过了 低辅仪大家有贝的朋友问吗 应该没有 但是的话它的这个贝的口诀呢就是 Bois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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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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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调的缩写 它是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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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的时候就说 啊 啊 这个词是中腹音还是高腹音还是低腹音 然后就这么背 啊 还是低腹音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 如果自己有自己的那个被读的方式的话 咱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那个被读方式来 但如果想要学的口诀的话也没有问题 所以的话 刚刚我就在那试读的时候 我自己都把自己搞混乱了 那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好像还好 后面我们有三读词的这个 对 咱也就是先把这些 一个一个读吧 嗯 这个第一个是三的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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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它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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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别的这个抹茶8 那就是日本的绿茶 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绿茶它叫绿茶真的是汉字的绿茶但是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抹茶的绿色但是在泰国我也不知道可能它第一次接接触的成这个绿色的茶就是日本的所以她就把这个绿色的茶只要你跟泰国人讲说我要黄茶的那人家肯定给拿的嚕茶过来 甚至比如说你在那个餐厅里要定一杯,你要那个葡萄,要给茶,对,你就说啊,要熬茶条,那人家说啊,我们没有茶条。 对,泰国人会跟你讲说我们没有茶条,或者说就是除非他人家变成了咖啡厅店,有那个比如说抹茶,那个拿铁灯之类的,人家可能会给你帮抹茶茶条过来,拿铁灯。 你要是想喝茶的话,就是比如说茶的中国茶,也就是我们经常一点的话就是红茶的两种,所以的话洗条,这个洗脚,然后还有个洗领,洗领,是什么颜色? 黄色,洗领,黄色,然后还有橘色,洗,桑,然后我们吃的橘子叫什么? 淡,然后还有橘子叫什么呢? 我虽然不太理解为什么它这个糖也叫南大安,然后棕色也叫南大安 我怀疑可能以前他们的那个糖不是那种白糖,现在带一点红砂糖 然后美国人的管子玩叫啥呢?Brown sugar 就是棕色的意思 所以泰国人就把这个给用过来就是吃南大安 然后你要那个出去买糖的话也是南大安 然后有没有朋友就是在泰国吃各种饮品就觉得偷甜 然后想让人家拌糖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们这种时候就可以跟那个服务员说 好,欢欢,或者是南大安 他会问你,南大安几%?要几个%的 就比如说你要把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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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或者是来个% 你可以说我要半糖的,南大安几%? 哈嘢 哈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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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剥的话,一半的话就 可以 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少糖的话,25的话 南大安一%%? 他其实是一四趴 但你不说二十五说二五也可以 一趴percent 这个percent就是percent 但他发音是percent 一趴percent 七十五的话就是 有谁想挑战一下七十五吗 减趴 减趴 可以 减四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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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板呢 减四趴 减四趴 对 就是能担 宣言会能担几百多趴 你要担长 k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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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k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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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比你小的人之间用 但是你要比如说 跟你的上司或者长辈用这个 我感觉自己稍稍有点不太可貌的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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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就是说 人家就是你可以这俩代替的 Kam, I like you Kam, I like you Kam, I like you Kam Kam的那个就是特别痒 Kan Kan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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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如果用这个Kam这个词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说是笑或者是好笑的意思 你给人推荐 你这副电影挺好笑的 你看看Kam的Kam 就是Balong的意思 或者也可以就是微笑的意思 Kam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说这个人是在微笑 你如果想说这个人很好笑的话 你可以说TKam,但这种的话就稍微有一点不太礼貌 对对对 你就是说你真人好好笑 有点阴阳怪气人的那种 那要说这个人很幽默 很搞笑的 搞笑 这种的话就跟你的语气有关了 就是说Kam的Kam 你也可以就是用别词来缓解一下 这个阴阳怪气的这种语气 或者说这个人非常的就是 一般也可以用这个词 嘿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 嘿哈 就是这个人比较外向 然后也比较元气吧 他被混嘿哈 就是充满了活力 就是每次都是嘿哈 那种在充满的那种感觉 嘿哈 他怎么掉下 掉下了可能是刚刚那个 嘿哈 对 但是TKam Kam这个词的话 更多还是同一人 我比你就是年轻一点的 你要跟长期有可能是什么来合适 然后接下来就是 哈 哈 哈 里 里 对 哈 里 哈 哈 里 哈 里 这个就是正好的意思 有没有听过人家说 Poleo 这个词 嗯 Poleo 就是你说你还要天饭吗 或者你还要喝酒吗 够了 Poleo 对 特别是咱在外面有饭局的时候 就服务员一直给你倒酒 你可以一个人不会说 Poleo 他就会不会给你倒了 太过服务员也是看你酒杯一空 一马给你满上 你不想喝的时候 你就跟人家推自己讲 Po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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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够了 Leo就是冷 够了 然后Poleo 就是正好 这个D呢 再这么用的话 就是正好的意思 真正好 但是D是个词 嗯 我想想看 就是他单 就是单用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 你问人家 你今天怎么样 你会说 Savai di 哈 嗯 我很好 Savai di 他就是 Savai di 然后我们还有个听到 听到什么 Savai di Savai di 的D 也是这个D Savai di Savai di 所以他就是跟在后面 如果他是这个D跟在后面 有一种就是表示一下 就是你整个人的状态 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你心情好 阿隆 阿隆 心情好 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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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听到一个词 叫 Zai di 你的心好 但是这个Zai di 不是说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 你这个是一个 因为他这个Zai di 有很多种意思 就是 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 你是一个善人 就是比如说你的心善 你也可以用Zai di 但你还有一个词 就是更加的那个什么一点 叫 Zai bun Zai bun 我们可能去拜寺庙的时候 人家会说就是 我去 Tam bun Tam bun 我倒不知道 我中文翻译 你该怎么翻译 就是 就是做供养 做功德 对对对对 就是去拜佛 你可以做一些 应该怎么说的 那个中文 Tam bun Tam bun 就是去供养 去供养 做功德 做功德 对 做功德 泰国人特别喜欢Tam bun 有时候一放假 我就会问我那些朋友 你假期干嘛呢 啊 拜Tam bun 但是就是 动不动就去寺庙 Tam bun 就跟你出去 就跟咱们国人 就是冰下去 有事没事去捐个血啊 这种 一个道理 Tam bun 但他们Tam bun 可能是给和尚买点金啊 或者买点那个生意啊 这种 然后就是形容 这样的一个心善的人 你可以说 Zai b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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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加一D的话 你就说 你自己人很好 人很好 但是如果要形容 你自己人心善的话 就是加一步 Zai bun 然后这个 儿媳婦 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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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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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我们必顾您的那个是什么来文 那个口语 好 这个嗨 这个嗨虽然是爸爸的意思 但是这个嗨 这个声音和这个嗨是一个声音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口语 它是按声音背的 并不是按单词背的 那它就一个声音可以囊括好几个单词 哦 但是就是你用的 这个翻词不一样,这个字也比较不一样,它是拼的吗?太一直拼的 它拍,这词是经常用的 然后还有,接下来是织布 好怕 怕 怕 这个是这个怕 这是哪一个声音步调? 这是高福音 高福音 所以它是怕 不是怕,是怕 怕 然后接下来这个上层社会 嗨 嗨 嗨 是英文吗? 对,就是英语 它这个英语叫嗨嗨,英语的全名称叫 嗨嗨嗨哩,高层社会 对,然后跟它的那个反语词就是 subjects 就是 problemas 嗨嗨鱿 它真的会 就太语它会形容某一个人是low-six吗? 它 meeting 医生 Cruise 对,这种就是比较贬迷的意思了 但是一般不讲的是个贬义词 然后 ni 他一搜的话其实也带了一点免疫的意义 它其实是一个保密词 但是你如果运营不好的话 人家也觉得你能一样关系他 就比如说他会 这种这种是怎么形容呢 就真的是上流社会的一些 比如说军会 可能会说 好不然他一搜 就是说他是上层社会的人 就比如说他可能是有权有势 或者比较富贵的东西 但是比如说你想一样关系别人说 他今天买了一个新包 奢侈品品牌包是真的假的 然后你就说 嗨 嗨 嗨 就是这样 以这种秘调方式 然后就是撇着一眼 嗨 嗨 嗨 这样的 对 这种的话就是经常 说不好人家以为你再念坏气人家 对 所以用这个词的时候 可能需要争读一下 到底是不是如何用 对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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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话经常会提前人用 现在这个可能有些人已经脱名了 但是 嗨 嗨 嗨 这种不太用 嗨 嗨 就是比如说 就是真的有些人觉得 不是有些人觉得 就是基本上是骂人的话 对 就是不是说你这个是一个 低阶层的人 就是可能还稍微带点 也就是不太好的那种意思 对 然后 这个大家有想 有人想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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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听错 这个词吗 你几点都过来 人家会说 但 会有这个词 他并不是说我下午两点或者三点过来 什么 抗 抗 或者有人会用 半夜 半夜 基本上就是下午五六点 对 五六点的样子 然后 抗 抗 可能要再晚一点 天要黑了的那种感觉 就 comcom comcom 就是我个人感觉它是比 那个 当夜 再稍微晚会叮点 嗯 抗 两个抗联在一起 对 comcom 比如说 你大概几点过来 稍微晚一点点吧 comcom 嗯 也可以说 bancom 有没有问题 嗯 只说一个也有问题 就比如说 我们先是 ban chào 早餐 ban bai 下午 ban yen 然后ban ham kham kham基本上就是天黑了的意思 嗯 嗯 好 这边来了 行善 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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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泰国人可能会经常用一个句子叫kham kham kham 并不是说他跟我行善 只是说他对我很好 好他们第一个让我看 他对了他对我很善 所以我也对他善良 就是有时候他用这个词 并不是说人家接济我 或者人家捐赠我东西 其实也可以简单形容一下 他对我很善良 好他们第一个让我 甚至我们有个词 他可以说How might he be about 他对我做的坏事 这种的话一般就是How might he be about 也不是说人家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但是你又在各种行为上和感觉上 感受到了他的恶意 或者也可以反应来说 我们在人家乐学院感受到的好意 就是TOMB 他也有好意的一个意思 TOMB意思 然后他的反应就是TOMB意思 TOMB意思 TOMB意思 然后这个PEDE 然后这个PEDE P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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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个词了 这个词的话 基本上 不用 就比如说你跟你闺女说 哎呀我想嫁给这个名字 你那时候 PEDE PEDE 痴心妄想 对对对 PEDE PEDE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用的 PEDE 就是他真的就是妄想这个词 P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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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们在就是单读的那个地方有个PEDE 然后当时人家想不行 他一定要跟这PEDE 就立起来啊 他俩是一组的 你单说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你两个一起验的话 就是 更有感觉一点 PEDE 特别是你在一样怪心人家就PEDE 嗯 基本上是我所遇到的都是这样用的吧 正常的用的话 我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哈哈哈 然后 啊 第二个是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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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一个 财 财 这是第五音吧 第五音 财 没错没错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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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可能会就是 就是形容泰国人 泰国人老师到嘛 财 怎么这么慢 慢吞吞的 财 就是慢 太慢了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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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分了 就是过了那个点 财 那这个也有太慢了的意思 财 财 也有 也有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是晚 也可以是慢 就是 比如说 你也可以说 很多人就是父母形容 自己小孩 怎么这么慢呢 怎么这么慢呢 他们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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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个词就是 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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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就是说 妈 财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嗯 好多的妈 财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 还有是 妈 撒 哦 妈 妈 更多是 比如说我上课来晚了 你跟老师说 阿财 好多的妈 撒 基本上 对 会说是 妈撒 对 因为 财 和撒 我感觉它是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上 妈撒 就是你晚到了 妈 财 就是你 到 慢了 嗯 所以的话 你就是 你去开会 好多的妈 撒 就是 大家一起 要遵守 这个时间的话 你是 晚了 迟到了 妈撒 迟到是 撒 这个碗呢 就是 茶是可以 用作碗 也可以用作碗 但是你 迟到 和那个迟到的碗 到 那一定是 撒 妈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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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太迟了 你现在跟我道歉 太迟了 就把口拨到你撒 对 嗯 对 撒 撒 撒 或者也可以用 茶 拜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篇 看下一篇 是 也是 一对一对的 这个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 拜什么 拜 卡 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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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我去做生意 拜卡 或者是拜卡卡 我去做买卖 或者拜卡 就是我去做生意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学买的 还要做什么 他们喊是哪个 来的 任何 咱们喊是哪个音木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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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中国 哦不对不是东zn 不 这个音木的 对对对对 破卡冠通,死产破 破卡冠通 第一课是 读贼 读贼啥意思呢? 小帅哥,读贼啥意思呢? 看起来很帅,很酷 读贼 读贼,又来了 读贼,挺帅的,很帅 读贼,看着帅 读贼,看着帅 读贼 一个中文是什么意思? 做生意 做生意 去做生意 扳卡 读贼 读贼,就是看 读贼 读贼,读贼啥 读贼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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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贼 然后也可以形容人 读贼啥 你看着挺酷的 还有个就是 英俊帅气,那是什么词来呢? 读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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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困黑哈 什么开玩笑 黑哈 就是有点像那种嘻哈黑哈那种 然后还有这个老人 这个怎么读 这个是哪位音调的高肥育 那咱这个呢 低肥育 都是 读起来是一样的 这个当中这个词是 托葡萄 托葡萄就是这个 老人的意思 托葡萄 然后接下来这个的话 有接管子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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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倒白你,现在接下来,干嘛呢?倒白你,泡马来 或者说,您请继续说,不倒,不倒,说继续,不是说,继续说是倒,倒不,不是这样,不倒,这个前后生意咱们可能就是要习惯一下 这个接管子是倒,倒,我接管子,但说继续是扑的,倒,说接下去,这个就有一个前后顺序问题,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比如说,你要接头,倒,哄,也这个倒,倒,还有一个环架,倒,拉卡, 这个的话就不是接了,就是你要跟人家倒,倒,拉卡,还有什么呢?倒,倒白,就是继续,然后 倒,倒,倒妈也可以,接下来,这个倒白也就是倒妈,倒妈也可以,倒妈也可以 倒妈这样子,但是我是听人用过,但是我感觉最多用的还是倒妈,有些人会用不,最多人用的是倒白,倒白你,倒妈你,有人用过,但是并不常用 有可能就是有人说顺嘴巴会说宝马 他其实他俩是一个意思 宝败跟宝贝是一个意思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估计是泰国比较古特的一个 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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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这个康康埃是哪个音调的 低福音 好低音呢 高福音 所以高福音的第一个声调 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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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上面写的是牌楼 但是那个毕老师特地主顾了一下 就是这个牌楼呢 他是老师说就是你买的时候的话 你不能只买一层 你得整栋对牌一起买 嗯 就是你这一个呼哈 你只不说你这一层的一个店铺 是一个 店铺是一个呼哈 你是从一楼还有四层 从一到四都是一个呼哈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噢 所以你叫呼哈 对对对对 所以你去比如说你要租一个店铺 它有牌楼地内 你说你要租 恰我准呼哈 人家会以为你一到四楼都要租 你那怎么这么说 搁弄 czyli 有连路 人家会问你 你 波利莎有钱呢 你那查 你的公司在第几楼 比如说 在二十楼 长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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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大家有些很高的在缠三岁 那都有 人家问 What is that? 有钱奈哈? 有缠? 什么什么 对 呼哈 呼哈 对 呼哈这个感觉我不太清楚国内是不是这种情况 但是泰国就是 你要买一个呼哈就是从 在碰到地面的那一层 一直到最高的那一层 你都要买下来 如果你说我要买一个呼哈的话 所以你如果要租二层 你要和人家明确讲 我要 Ciao Chan Song Ciao就是租 Ciao 我们Ciao可以租很多 Ciao Run 租车 出去玩嘛 Ciao Run 然后我们去那个八宝灵修 我们要租那个鞋子 Ciao Run Pao Ciao Run Pao 然后我们还要租什么呢 租房子 Ciao Run Ciao Run 但是这个Ban就是一个带地的那种 而比如说你租公寓 你公寓它一种说呢 Ciao Condo Ciao Condo 就是英语的那个Condinius Ciao Condo 你要说Ciao Run的话 人家说你在外面租那个房间处 Ciao Condo 这种感觉 就是人家会理解成你这个房子是带地的 那你说Ciao Condo 那你就是住在一个公寓里面了 嗯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这个 扣耳朵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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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您的发音是往上走的,是吧? 它是短缘音嘛,对吧? 然后,它是往上走的,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原因,好像就是 第一组是CAP,橘,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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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看第三组 哦!第四组是吧? 第四组,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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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头上写的,是那个第四组 第四组,是吧? 那就是CAT CAT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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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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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交上这个笔就等于一样,把这些气给斩转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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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抠,不要去脑腾 然後這個的話,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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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咖啡 咖啡 咖啡 又喝掉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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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這個好像是巴西 巴西裡面的發音過來 因為那裡的話,它好像沒記錯 它是K-A-F-F-E 不是咖啡 它那裡的話,就是咖啡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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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感興趣的可以去嘗 你怎麼知道 教一下我到底是原因是啥 因為 中文叫 咖啡 然後英語叫咖啡 然後它叫咖啡 這個變字有點大 咖啡 然後這個就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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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話就是看樣子 看樣子叫下雨了 咖啡 基本上我們 então wij常語詞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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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叫下雨 他就是形容各种语言 形容人类 这个人太阳是上流社会的人 太阳是上流社会的人 太阳是上流社会 刚刚我们学过了 上层社会 下雨的再说一遍 吐打探 凳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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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要用乳酥 дум bestimm 我跟你说 我去死了 我要去找 Samantha 他 卢他 也可以说卢他 要混动 但是卢他他 整个句子形象要输一点 卢他他混动 卢他 就是卢他 他就是一个样子 摆个pose 他不他 就是摆pose的意思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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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姿 你的做姿就是他 你的姿做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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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站姿 也是这个他 姿势就是他 他可以姿势也可以 他也就是样子的意思 就是你站的样子 他 是站的 站的 有 有 有 然后这个的话 泰文 泰文 也挺常用的 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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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给他 这个是哪个来的? 那个是高负义,这个是低负义 哪个是高哪个是低? 这个是低,后面的那个是高 这个是低负义 这个可能逻辑上我们有点难以理解 就是输给他 不是说他们赢我 如果他们赢我就跑去拿到 我赢好 我赢好 拍好 拍头 我输给你 拍头 拍 还有这个意思拍就是我过敏 然后拍来 我对啥过敏 拍 拍后 对灰尘过敏 泰国很多人对灰尘过敏 还有一个对空气过敏 拍阿嘎 对 对 有很多人就是你问他说 你对他过敏 他说 他说 拍阿嘎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对空气过敏 对 但是他这个空气呢 这个阿嘎 并不是空气 他可能是比如说 在换季了 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 我肥子就是不舒服 或者是躺不一屁 拍阿嘎 所以在这个拍阿嘎 过程当中的话 你是对换季的季节 导致你的免疫系统有点错乱 这就是拍阿嘎 我们还有 我们大家有没有谁对什么过敏 这好 可以教派大家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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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吗 哦 好 我刚刚说你要在泰国 然后对盲火过敏 所以外面太痛苦了 然后可能医生或者去看医生护士 医生会问你 拍阿嘎 对什么药过敏 对什么药过敏 也可以说 比如说你对胎基因过敏 赤 拍 然后有个是过敏 过敏症 或者过敏症 疫情统 红 在泰 在泰国里面是免疫系统 你的意思 我的免疫系统过敏 红 如说你可以过来说 你这个胳膊上的铜怎么回事? 奔铺牌 我们有个字 奔铺牌 奔铺牌 这个铺的话就是因为是免疫系统嘛 然后有时候就是说你咋松病了呢? 你那啥大事就有免疫系统,免疫力下降了 铺、抖、抖 就是这个铺掉下来了 抖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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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獵是有对上呼吸 大家还有什么地方是过敏呢? 海鲜或出血 海鲜或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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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h le Ahan ali 就是海鲜 你要不要直接把阿喊去掉 개� versuchen当它就大喊 然后你一定要把阿喊放在前头 Ahan Ahan ha Lay Lay 哈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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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經常會聽到什麼 啊哈大語 啊哈是菜的意思 食物的意思 啊哈大就是 南部菜 啊哈嘎 就是中部菜 啊哈嘎就是 北部菜 啊哈嘞當然是 南部菜 所以就是排阿哈嘞 一定是要阿哈嘞不能說排他嘞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看一下 要不來休息一下 那五年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會進到那個 三個主詞的那個階段 OK 你再用一會兒 我要把我這個自己 用一下 你在裡面嗎 我現在還不在 等一下我進來 沒事 這場聽主要是 就是這個意思 我其實也進不住 我也都是就是看到了以後 就是要回想一下 對 我剛給我姑娘點了個飯 我稍微等一下進 好的沒關系 謝謝 謝謝